《遗书》是人离世前留下的最后说话 中国人说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每个人在执笔的一刻 思水万千,万语千言 有喜有悲,有德有失 有此有终 人生本事如此 讲到死亡 我知道 我深信我死后会去哪里 就是回到天父爸爸 你的怀抱里面 我很珍惜感恩 神你给我现在生命所有的丰盛 让我和一家人都被神 你大大使用 我说是继华 很喜欢舞台 很喜欢音乐 有些电影的参与 《铁三角》 在里面就做一个大圈 拿一条铁线去捅林家栋 随黑教我 就好像捅鱼弹去杀人 就这么简单 有一天我坐小巴 在小巴的位置上 突然间有一个灵感的melody 我自己就填了一句歌词上去 谁是我妈妈 一唱了这五个字 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洶涌的情感 原来我是很想念妈妈 出生只有我妈妈的名字 出生地点不是医院来的 就是花园街的一个流产所 后来知道原来楼产所旁边有一些板间房 我爸爸原来就和我妈妈在板间房那里住 几岁的时间我爸爸就带走了我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我妈妈 在大专会堂 为妈妈开一个演唱会 爸爸一直從小到大帶我 但他在我考A級之前幾個月 那年我十八歲 他因為急性老莫嚴 下午就昏迷 晚上他就離開了 唯一的一個相依為命的親人 他走了之後 我自己好像斷了根 沒有了生命的希望 我用工作來麻醉我自己 我最後都破了產 很難過 我自己又面對不到 我突然間失蹤了六個小時 其實我走到淺水灣 走下去又不夠勇氣 繼續走又走回頭 我不想那麼快死 因為我兒子還是十六個月 不過我不怕死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安息禮拜掛的四個字 蒙愛奇恩 要留一張空凳 我就會留給我媽媽 我以往又很想找到他 去解脫我自己這個孤兒的心靈 不過今天我留個位給他 其實就是很想神繼續祝福他 要認識耶穌 我們在天國就肯定可以有個重聚 我以往對地上的舞台的得著感到榮耀 不過來到今天 在我的生命舞台上 要得著神的喜悅 最近又幫CBN參與了這個 神冒漸破曉的一個微電影的演出 我認識耶穌的爸爸和太太 他安息禮拜的前一晚 和他的孩子 在回憶和媽媽的一些相處 當我們三個睡在大廳裡 三個人看著天花板 很寧靜、很安息 神這樣抱著我們的生命 其實我們還有什麼懼怕呢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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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